今天一开始我们要特别关心 高雄三明区的台风后灾情 因为昨天中午台风登陆之后 瞬间刮起了12级 甚至到17级的强阵风 著名的夜市不仅扛棒 变形砸落了地面 许多摊位摊车 也直接吹到了马路上 生财工具严重受损 立刻交给现场记者洪思瑞 好 明镜我们提到了 在这个台风山头尔台风 昨天登陆高雄之后 事实上在三明区 是刮起了12级的强阵风 而我们现在在三明区的哪个地方 就在吉林街上 你可以其实对在地的人 对这边都不陌生 很多人在晚上的时候 都会来这边买吃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变成这副模样 在昨天强阵风 不敌这个强风的吹拂架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招牌 是直接应声倒塌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店家 是因此都有出现毁损的状况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对象的部分 对象也有招牌 是已经是完全被风吹到变形 刚刚店家也说 他们真的看了觉得很心酸 我们来听一下 夜者怎么说 昨天船不倒下去 还有是谁都吹到这边来 昨天的很严重 很严重看到他们的摊子 都弄到成这样 后来好像是热心 也是谁把它扶起来 他这个船不倒了 今天高雄一样是放台风架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一早的这个时间 非常多的业者 纷纷是来到他们的店面 来进行处理 不管是处理招牌也好 或是店家相关的身材工具 只不过看到今天的身材工具 变成这副模样 他们也直呼 真的是很心碎 以上是目前 我们在高雄掌握到的今天状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台北棚内 关于我们的 Shopping 感谢观看